現在叫做萬有引力 這是牛頓大哥說的 牛頓大哥說 任何兩個具有質量的東西 都有著彼此互相信的力量 因為只要有 質量就有 大家都有 所以叫做萬有 叫萬有引力 它是互相信的力量 它又稱為重力 因為等一下會告訴你 我們的重量就這樣來的 所以叫做所謂的重力 這叫做萬有引力定律 萬有引力定律 任何兩個具有質量的東西 彼此都會互相吸引 大家都有 所以叫做萬有 重點 跟質量乘基層正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我跟你 互相吸引 我有質量 你有質量 所以有兩個質量 叫做質量乘基乘正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東兩線距離 平方乘反比 我後面會再講一次 現在先提示你一次 在算跟地球的距離的時候 我們是算到地心 我們算到地心 跟地球的距離 所以我現在站在地球表面上 距離又是地球的半徑 又是地球的半徑 又是地球的半徑 質量乘基乘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就是我們要請你記下的事情 背下來的事情 然後有一個神奇的公式長這樣 M1乘M2 叫做質量乘基乘正比 底下R平方叫做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前面有個常數基叫做外游引力常數 國中沒有交 所以國中不會真的討你怎麼去算他有多大 上次有個高中生問的問題 就真的要算戴進去 是不是這種討厭很麻煩 囉嗦不能成不能除很麻煩很難算 我就說按完就再告訴你答案 很難算 我們不會算 我們不會算 因為我沒有交基值 不會真的要你去算 就考什麼 考比例 我告訴你我質量變三倍了 請問你力量變幾倍 我告訴你我距離變四倍了 請問你力量變幾倍 就是質量乘基乘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代進去就可以了 叫做神奇穩納公式 當做沒看到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國中不交這個基值 所以不會真的要你去算 他有多大 就是考比例 質量乘基乘正比 距離平方乘 反比 OK 這就是萬有引力定義的公式 看一下 欣賞完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兩個東西的互相信 第一件事情 我們的吸引的力量一樣大 地球會吸引蘋果 蘋果也會吸引地球 萬有引力 請問你是地球吸蘋果的力量大 還是蘋果吸地球的力量大 地球的力量一樣大 錯 一樣大 兩個力量一樣大 那為什麼是蘋果掉下來 不是地球升上去 那個 國三的時候教你 為什麼是力量一樣大 結果是蘋果掉下來 不會地球蹲上去 好 那是 國三的時候吃起 OK 但是重點是 兩個力量是一樣大的 然後 作用力在它的連線上面 圖上顯示 甲吸引乙 乙吸引甲 兩個力量一樣都是F 重點 誰的吸引力大 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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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剛才講過了 它叫做重力 因為我們在地球上所受的地球的外游引力 又稱為所謂的地吸引力 這個力量的大小 我們就簡單地看 說是它的重量 所以我們說 地球表面上60公斤的東西 重量就是60公斤重 意思就是說 它受到的地球的外游引力 或者說 地吸引力就是60公斤重 我們不挑剔的說 就這樣 挑剔的說法 高中以後再解決 我們國中就這樣 60公斤 60公斤重 就表示 受到地球引力60公斤重 就是我們的講法 就是這樣 那麼 同樣的地點 質量越大 所做引力就越大 因為跟質量乘機乘正比 所以重量就會越大 重量就會越大 那如果 距離比較遠 我們剛才講過 如果跟地球的距離要算到地心 那我 離地心越遠 就是距離平方層 反比 所以離它越遠 我的重力就會越小 外游引力就越小 所以重量就會 越小 這很簡單 很基本的概念 應該算是生活常識級的 沒有問題 那麼 套在我們的 就是什麼 質量乘機乘正比 距離平方層 反比 來給各位做解釋 OK 那 重點 質量不會變 以前教過的 可是重量會變 別的星球 它的體積 它的質量 都跟地球不一樣 所以算算的 用引力大小 不一樣 所以重量就會 不一樣 但是質量是一樣的 前面教 古特定的提示過你 重量才是力 才會造成形變 質量不是力 不是沒有造成形變 所以重量如果變了 形變就會 改變 那我們說 月球的引力 是地球引力的六分之一 所以 一個東西 在地球上 質量六十公斤 受到的 地氣引力 六十公斤重 搬到的月球 質量還是六十公斤 但是重量就只有多少了 會有只剩下 十公斤重 所以質量沒有變 但重量會變 可是另外一個 重要的想法 重要的想法 OK 質量不會改變 但重量會改變 就是重量跟質量的關係 OK 這叫做萬有引力定律 一定要記住 跟質量成績成正比 跟距離零方成反比 這件事就要來記好 我們的題目從這邊出來考你的 OK